我們是This Factory 維章工廠回報系統 今天我們有一個要維護的專案 跟一個要開啟的專案跟大家介紹 維章工廠的危害 直接看照片知道 它在農村旁邊會有污染的風險 然後現在全台灣總計 就政府的統計上 大概有五萬間舊的 維章工廠跟上千間新的 那什麼是舊的什麼是新的呢 舊的就是所謂既有的工廠 那2019年的時候政府通過了一個新的法令 因為實在是太多了 沒辦法馬上來處理完 所以舊的要他們提改善 改善完之後有機會可以就地合法 那如果是新的話 法令寫的是要他們 各地方政府即使 馬上去做停止工廠風水跟拆除 也是斷水斷電 好 其實有點像這樣 舊的就是進入一個魷魚遊戲的情境 然後新的就一定要被拆除 但是這個遊戲沒有這麼說 只有一個贏家 其實他們比較像跑馬拉松 他們可以跑進那個 跑到終點就可以結束 如果不能跑到終點就是一樣 跟右邊一樣要被拆除 那可是法令這樣寫 可是到底會不會這樣子做呢 就是Distractory會呈現的原因 我們是地球公民 我是地球公民基金會的研究員 那我們是長期關心 我們是長期關心這個議題的倡議團體 那我們希望這個法令可以得到落實 所以我們來找了GinB 一起來做回答網回報系統 就是希望全台各地 所以只要發現新增建的工廠就可以上傳照片 那地球公民這邊就會幫忙檢舉 對 那因為新增這個事情 地方政府實在就蠻有查到 所以真的很需要援曬公民的參與 再來我們是 我們做這個系統也希望匿名性可以增加 因為政府機關那邊 常會有一些透露各自的情況 好 那目前為止呢 我們有從去年3月上線以來 有檢舉了四百多件 然後回報有超過一千件 那目前真的有被拆的就是十件 但是亂者斷電跟勒令亭共的加起來有五十幾件 好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新開支線 就是我們希望我們可以 從空開圖就可以找出這些點 到底是從哪邊出現 那政府其實有做 但是他們沒有標出便利的年份 然後這個專案最近有 這個資料最近有更新一次 好 那就像這個樣子 就是空開圖一看就知道 這個地方有新的那些可能是工廠 那有這個資料 我們希望可以有更多建盤組 可以加入行動 好 那目前我們已經有設計圖 開始有前端來 前端今天有來可以開始 已經開始工作 那如果今天可以測試的話 可以歡迎到我們的chino 幫我們填一些回規的意見 然後就是呢 就是一場很辛苦的團隊合作 所以我們今天非常需要真材 然後首先就是Dispiper 現在主要三個網頁 介紹頁面 中間是給在農地上的人實體回報平台 那右邊是大家來找場 是讓鍵盤商品參戰 可以病毒式擴散的小遊戲 我們現在非常非常需要前端工人師 跟後端工人師 以及可以幫忙的PM 其中一個是地圖回報 需要優化跟回覆 然後大家來找場 現在有大神幫我們架好 Sofir Engineering 可是沒有人選 然後感謝Dispiper 以及下禮拜我們是 第100次小巨 歡迎大家來參加 再多一點嗎 對 這是非常Local 歡迎大家來參加 對 好 感謝Dispiper 我們有三個網站之間 真的有非常多的 謝謝